三個中產黨 今天會講一個比較尷尬的話題 因為我們錄的時候 其實就是區議會選舉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去知道結果 任何判斷這個結果 如果與真實的結果有相關 我們都是被人自剝牙 但我都覺得很值得一講 當然我們可以避免某些關鍵的 或者我們最後才去推測究竟是贏還是輸 可以倒下牙膠 第一件事是很矛盾 香港支持泛民主派 他很嘗試相信這個選舉制度 但另一方面他又不相信這個政府 結果怎樣呢 第一件事我觀察就是 我們四處陰謀論都出來了 政府三個小時就會封了你的站 所以大家要七點半就可以投票 之前說一定有人扮鬼去衝擊那些票站 然後就會收掉所有東西 又說其實那些票箱 到時他會借一些意 就不知道怎樣 我剛剛看剛才最新的聲音 有幾個防暴 拿了幾個大袋進去票站 出來那個大袋沒有東西 那些肯定是假票 第一個很矛盾的地方 你既不相信這個政府 但你又很相信這個選舉制度 結果一個矛盾是什麼 如果你真的不相信這個政府 這個政府由頭到尾這個選舉 一定是做馬的 為什麼你覺得你投票會有用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 你不停去講這些陰謀論的時候 為什麼你又不去想 既然你都相信這些陰謀論 你投票還有什麼意義呢 第二個矛盾 當然還有一個矛盾 我真的要不停罵 因為Facebook今天出了一個功能 就說如果你有投票 你又可以停止這個 就告訴別人 其實現在Facebook上面 有多少人投票 千萬不要 你如果停止這個按鈕 就會被Facebook搜集你的資料 然後會被中國共產黨 就會知道我們那些投票數據 但與此同時 他又不停在網上說 我今天投了票 你投了票未 拍了票站 你看我去了這個票站投票 你看有多少人 他們覺得Facebook不會偷 但你停止那個按鈕 Facebook就會偷 這些很弱智 他停止出來 Facebook當然不會偷 你都說了給別人 Facebook想偷 你自己打出來 那些都是Facebook的東西 第二個矛盾 我發覺我身邊 越多 黃李菲也好 對抗爭沒有什麼幫過手 他經常都說 總之我不可以去現場 很危險 或者我不支持 我沒有抗爭 他們就越信奉這個選舉 因為他覺得 我不是說他覺得 我估計他們覺得 整個抗爭我都沒有參與過 你給我一些參加 才行 安全一點 我應該參加到的就是這個選舉 而他們就不停去包大這個選舉 這個選舉 很有用的 全靠我參加這個選舉 所以政壇才會變天 結果就是 反而我身邊 有很多在前線的人 或者有親身經歷前發展的人 你都知道這個選舉不會幫到什麼 因為有很多事情 現在不是說道理 不是說法律 就是你選了一個人出來 那就好過沒有 但不代表他會幫到你什麼 但你越遠離前線的人 他就會越相信這個選舉 它會有驚天動地的效果 這個不是單單說黃絲 藍絲也是這樣 我身邊是越不會去撕人連儂牆 就越相信 我們一定要投這個選舉 才可以趕走暴徒 我心想 你看看前面的黑社會 會不會這樣想 另一個矛盾就是 你越不是參與這個活動 或者你越跟抗爭抽離 你就越相信這個選舉 會產生一個很大座 首先當然 我問周顯大師和Kelvin 你覺得選舉究竟是什麼 或者香港的選舉 其實那個作用在哪裡 我先講一些學識者 先問問大家 選舉或投票這個行為 在經濟學界 從來是一個迷 是一個迷思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過很多數據 欠你那一票 機會呢 機會呢 首先要大家差不多 第二就是要差不多之餘 多你一票就有個影響 是的 但是你會發覺 如果少多你一票沒有影響 其實也是沒有影響的 是的 所以從那個角度 功能性 那一票是否真的 改變到選舉結果 來看 統計的結果 來看 投票是一件很蠢的事 是這麼說的 這個所謂是一個競爭 但是之後有很多理論 究竟我表達投票 究竟是 為什麼投票 剛才聽你說的話 應該告訴別人我投票 或者在朋友圈裡面 要告訴別人我投什麼票 這其實是一個社會行為 因為大家 在一個討論的話題 告訴別人我表達 是一個表達 不是說在最後 能否影響到結果 這就是當你 投票那一刻 或者 跟隨我看新聞 講誰是候選人 這是一個消費 或者是一個 其實 如果用這樣 其實你多個人抗爭 都沒有用 就是 如果這樣 你經常這樣來計 最好處 無論你昨天 你都是做Free Rider 你都是Free Rider最好處 就是你不要 說出來抗爭很危險 我贊成抗爭 我贊成你抗爭 不過我就躲在那裡 除非我是做Leader 我有機會是可以享受革命成港 如果不是到路狀 無論抗爭 投票 所有事情 都是不得了 當然除非那個人是李嘉誠 李嘉誠說 我投堂一年 OK 那你做什麼 就有著想 其他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是 你這個說法是正確的 但是這個說法 就是一個Free Rider的想法 但是Henry說的 我也說得很對 就是證明我做了一些事情 而且我們很難不讓那個傳媒洗腦 就是大家會覺得是 我做了這件事就是做了公民責任 或者做了這些事情就是好事來的 所以有你沒有你都做了先投你的一票 等於正如我們要相信一個人的Credit 其實理論上我收了一些蛇渣病種 我都是投別人 是沒有人知道的 但問題是 我們會相信那個人收了蛇渣病種之後 吃了之後他都會投那個人 至少十個是九個人會這樣做 或者一個很有影響力的人 例如李嘉誠 他做了一個選委 當他去的時候 他可以命令到他的手下 是控制那些票數的 即是他可以影響到其他人 但是那些人是真的聽他說 而不會自己靜雞雞投走的 至少是絕大部分 大家都會相信那個Promise 如果不是整件事 整個社會就brick down 即是那件事是 我覺得是這樣去解釋 我想問一問Henry 因為我剛好就不是你那個說 又沒有去過前線 又覺得投血很重要的人 但是我覺得是 因為我去過前線 就是觀察過發生什麼事 不是說經常去 但是去過幾次 尤其是中大那些 我承認我去過 就是想看一些學生 跟他們聊天 了解他們做什麼 但我也都不是覺得選舉 會怎樣變天 或者什麼 我會兩樣都做 就是做了知道自己的票 未必是很緊要 但是會覺得 你如果是 我試一下從和理非那些人的角度去講 和理非有一班 即強調他不割席 不割席的時候 可能前線的人 他會覺得 投票沒什麼用 但是如果有一堆和理非 透過這個 這個 這個投票 這個機制 去做少少事情 因為現在 大型的遊行 又經常都拿不到 不反對通知書 數人的話 又是不知 你說二百萬 他又說幾十萬 如果 除非你覺得 投票 他的投票是 任何的 如果不是的話 和理非會不會覺得 我真的有嘗試和和理非想 會不會覺得 我現在有政府 不用錢 讓我搭到這個大台 我就用一票 就數票 究竟有多少人 代表我不是和抗議者割席 即可否有這個效果 那大台就是 那些後選人有沒有共識 現在的問題就是 很多人 你要明白一件事 你區議會 其實立法會都是這樣 但區議會更加明顯 有四百多席 你有沒有逐個檢查 每一個人是怎樣想的 譬如很簡單 我都說 如果你支持抗爭 你沒有理由 投桃謹申一票 桃謹申說 判暴動罪合適 他覺得 判暴動罪是一個合理的判決 你支持他 就是反對暴動 但你會相信 我投了不是建制派 我就代表我是支持這場抗爭 究竟這件事 是不是成立 首先就是那些區議員 是不是真的這樣想 他的政權 是不是這樣想 有沒有檢查過 如果沒有 那你只是一個迷信 就是一個宗教 當然宗教是有用的 但問題就牽涉到第二件事 就是你做了這件事 當是 那你有沒有任何跟進 這個數字 其實你去到最後 都可能等於一個遊行的數字 就有了二百萬 你當今次 因為我現在不知道 究竟選舉是怎樣 我當現在泛民的票數 是多過建制派 那怎樣 政府就是不理你 那你會吹嗎 那些人就開始吹 不是 他議會很有用 那你就大諸話 有百多票選委 那怎麼辦 那你以為可以選到 泛民的特首出來嗎 你是不是傻了 這就是我講的很大的矛盾 你都不相信共產黨 他會給你真正的民主 然後你竟然會相信 這個選舉制度 可以令到你爭取到真正的民主 你問我 我又不得不講句粗口 相信這件事的人 真的不夠 結果就是表態 那就是表態 其實跟遊行沒有分別 當然這個門檻很低的表態 所以我都不反對那些人投票 尤其是區議會 因為你相比立法會 他危害沒有那麼大 一個區議會的議員 他怎樣偷偷也好 他就是一個地區的保障 他就可以幫你申請多幾個 油桶或者垃圾桶 那些 他危害的有限 那你投票的成本又那麼低 那沒有問題 那你就去投票 但正正這個抗爭世界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的成本越低 你的效果一定是越微 就算你有百多萬人投票 我經常都會問 一件事 你百多萬人投票 做完這件事之後 有沒有任何跟進 我發覺現在 泛民陣營的所有評論員 都不敢回答這個問題 他永遠都在說 區議會有很多資源 很多資源又怎樣 你可否確保區議員 會將這些資源用在抗爭 如果他都是放入自己的袋子 那只不過分別就是 放入建制派 還是放入泛民的 現在的意思是說 有一個泛民 他有多些錢 放入自己的袋子 這就是多些人做泛民 泛民多了錢 多了很多人 會為了這筆錢去做泛民 泛民對抗爭有什麼用 原來他最後的目的 都是爭取那堆錢 黃色經濟圈 有時都是為了多些錢 黃色經濟圈不同 黃色經濟圈 如果真的發大 你會擠迫到藍色經濟圈 你在幾百個區議會裏 你會擠迫到幾百個建制派的區議員 我也有想過 如果你選贏了建制派 中聯辦便要拿多少錢 去養住他們 如果你有的話 我便拿少些 你不是沒有作用 但這個作用去到哪裏 沒有人減責這個問題 最後又說多些社運資 資源就是放在區議員的袋裡 有沒有聽過哪個區議員說 他選了之後 他會拿些工資出來搞抗爭 當然不會 只是當分攻打 他們不是特別贊成抗爭 他們是黃色的 所以他當然不會 就是一個很少規模的黃色經濟圈 而你不要吹到 甚至乎我覺得 你搞罷飲罷食 是有效過搞區議會 區議會很有用 最多就是發表一些 沒有法律約束力的聲明 我覺得你做這件事是沒有問題 因為那個門檻很低 但你要告訴我 你做完這件事是怎樣 是沒有人減責這個問題 我才覺得是最荒謬的地方 選人選完再選 就是跟左膠經常問 你退聯 退完之後怎樣 然後呢 這個左膠問題 他們永遠都不會問自己 這就是左膠最常見的雙重標準 好 大家看到一道 好 大家看到一道